好的 艺员吴宗憲呢 选在小妮艺的前一天嫁女儿 嫁的是大女儿吴珊如 你可以看到呢 目前这对妇女党已经出现了 今天吴宗憲穿的是这个深色系的西装 配上一个橱橱 而这个吴珊如的婚纱 可以说是大有来头 可以看到呢 她的婚纱非常特别哦 她的裙摆长度总共有250公分 所以非常的有气势 而今天呢 这个婚纱的婚礼的地点呢 主要是在文华东方来举行 而整个婚礼预计要宴请400个人 刚刚稍早呢 其实有很多宾客到现场 包括像是小钟小马 nono等人 还有这个颜亚伦呢 都是受邀出席的嘉宾 而刚刚其实先前啊 包括这个伴娘团 还有伴郎团呢 也都有出来 跟大家亮相了 而现在呢 新人正要说话 赶快来看一下 现场的最新情形 我的婚礼辛苦你们了 现在知道 她有多不好驾驭了吧 这完全没有在我的交本里面 对 但是她很期待也很兴奋 所以就今天特别拿她的卡拉 然后片蕾出来想要跟大家分享 这样子 嗯 Sindy昨天睡得好吗 昨天睡得还不错耶 其实反而没有什么紧张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就是 东西都已经settle好 预备好了 然后我反而还蛮平静的 然后就跟范娘们一起 就是聊聊天啊 敷个面膜啊 然后还蛮轻松的 今天一整天也都没有紧张 这样子 有有有 其实有犯累 对 然后就是一直在想说 不要情绪太激动 然后希望可以好好的稳稳的 所以今天没有到爆哭 但是就是有微微的落泪这样子 然后爸爸的话应该算是 硬硬硬硬住了 还OK 你可以分享一下 请问你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嫁女儿的心情 这个刚好在几个月之内 然后就嫁了两个女儿 所以前面有一点彩排了 后面就心情好一点 不过养儿方知父母恩 听到女儿在叙述当中的点点滴滴 还是忍不住 湿了眼眶 然后刚好Sandy结婚的这一天 阿公阿嬷他们都没有办法来参加 在家里 阿公最近有点身体的一个问题 刚刚参加那个马拉松比赛 一个人跑四十几公里 很辛苦 没有啦 他现在在家里休息啦 最近这个 终究是高龄了 八十八九岁 阿嬷也九十岁了 也带上了很多的一个祝福 所以太开心了 你是我这一辈子看过最漂亮的新娘 这是真心话 对啊 所以那个王阳台先生 我很满意这个女婿 基督徒 然后个性又非常的温和 可能跟我相处的时候是这样 然后打篮球毫不客气 直接直接灌我的篮 因为要灌我的篮 只要站好就可以灌我的篮 不然个子又高 然后性格很好 两个人之间点点滴滴 我一路参与到底 爸爸说过 生养交陪 女儿结婚 就是爸爸在陪的部分 陪钱的部分 陪伴的部分 你可以先进去就座吗 我刚刚在里面看了这个直播 然后就是现场的 刚刚有来了好多来宾 然后我都觉得非常的感谢 就是每一位来都在细细的数算 当年 我说每一位来 他们都在细细的数算 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 献哥把我给他们多少 然后我想说 哇怎么会这么客气 这样子 其实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来这边玩得开心 那如果真的有祝福 我们当然也是就是非常的感谢 这样子 对对对 这个我要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其实原来它是非常低调的 那我们圈内集会大佬 我要特别打电话 小燕姐 飞哥 瓜哥都是我们的长辈 但是呢 因为疫情期间 我们就不麻烦大家 因为还要来 人家给你最大的祝福 你不能让他们置身于危险当中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防疫 还是要做的特别好一点 除了这比较空旷的区块 我们摘口罩 其他我们还是都要带好 好不好 然后也谢谢 得到这么多人的一个祝福 刚刚那个 那个艾尔利集团的那个执行长 我 哇靠 那一包 我刚刚特别算了一下 不要再说了 实在是很棒啊 谢谢 那一包应该是要给我的 没关系 我们礼金组全部都是我的暗装 你可以放轻松 有没有要说什么话 感谢爸爸妈妈 有有有 刚刚在里面有那个 谢清恩已经先完成了 那当然就是 呃 我有讲到就是 其实我因为他的关系 我从出生就不是一个一般的人 所以就是 因为他我的人生变得很特别 然后 我很感谢他让我的 呃 成长的路程当中呢 有很多不同的 跟大家不一样的 然后甚至比较精彩的 比较有趣 比较缤纷的地方 那当然我也是谢谢他 就是 呃 在我的生命当中 当我有很脆弱委屈的时候 或者是呃 打电话给他哭着抱怨 或者是哭着难过的时候 他都会呃 就是安慰我 然后用最man的那种方式 他只会说 不要哭啊 爸爸在啊 不管怎么样 爸爸会在啊 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感谢 然后也一直都觉得呃 就是很很珍藏在心里面的回忆 这样子 呃 帮记者朋友 大概这个解开这个迷惑 很多人说 呃 sandy在艺能界里面那么多年的事件 呃 没有过绯闻 对不对 那有啊 有一次不是有一个毛茂南吗 还在什么泡温泉的地方 被抓到吗 对不对 还拍了照片 请问一下毛茂南跟这个新郎是 我要先强调一件事 我们不是去泡温泉 我就是被你这种人害死了 我们是去吃饭 我有三个ABC朋友来 真的懒得解释 今天是我结婚 你可不可以 我会比较沉沉的 拜托你 他们要问他们要知道是同一个人 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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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Sandy 想问一下那妈妈有哭吗 有有有有 一定也是哭啊 从第一排一路哭到就是 同学那一边 全部大家都在哭 哭得蛮感动的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自己反而还蛮淡定 然后大家都哭 我觉得我的个性应该就是 等今天一切结束 才会开始慢慢的感受 然后慢慢的哭这样子 那妈妈有没有特别跟你说什么 刚刚都是我在说 所以还没有 还没有到她 她只有说好漂亮 好漂亮好漂亮 这样子很兴奋 那因为心脑没有出来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啊 她是 她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她虽然也还蛮幽默 但是她比较安静内敛 然后这就是 我非常喜欢她跟我父亲 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呢 个儿又高 长得又很 真的是帅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也是跟我爸爸 比较不同的地方 那唯一一个相同的地方 就是 她跟我爸一样 都很爱我 但是没有人可以赢得过我爸啦 我觉得我爸跟我妈爱我的方式 跟爱我的深度跟浓度 其实是没有人可以比的 那今天其实很有趣的就是 呃 在交手仪式的时候呢 就是 我爸就是一只手指头 一只手指头交 就他没有打算要一只手放回去给人家 他就这样一只一只慢慢来 然后想说有点舍不得 可是新郎其实也是一个很有耐心 然后很愿意分享自己的人 所以他刚才台上其实哭得比我还要认真 对我觉得很可爱 那谢谢大家的关心 那毕竟他就是一个素人啦 所以以后也不会一直把他拿出来亮相 但是今天就是等一下会预备那个婚纱照给大家 所以大家都可以拿到漂亮的照片 会很清楚很明显这样子 所以他今天没有出来受访是因为害羞吗 呃 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啦 今天又这么大阵仗 就是等于 呃 好像第一次 第一次见到大家 然后我觉得 他可能会真的蛮紧张的 所以 我今天就还是先把他藏起来 这样子 那今年过年才是第一次在孤家座 对 有没有想说怎样善惊一个媳妇的责任 哈 欸我觉得他们对我超好的耶 完全没有提到任何 我需要 我需要担心的地方 所以他们只有 只有确定说会来吃饭 OK 就这样 然后其他事情他们都会 settle好 我觉得他们真的 呃 还就是不太会让我有这种压力 所以也不是一个那么传统的家庭 蛮开明的 我 我也觉得这个应该是爸爸比较放 新的地方吧 嗯 诶那憲哥不好意思 就是 诶 诶 做人进度 哦 零 零零零零零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需要知道我上次 惊奇的时间吗 哈哈哈哈 呃 我想你是误会了 他们是在问我 哈哈哈哈 哦 这个做人进度是吧 哈哈哈哈 所以你会想想 爸爸有这四个吗 哦 哦 天啊 四个好多哦 四个很多耶 我觉得就是 看看吧 我也不知道 但我现在还没有想生啦 现在就是 先好好的工作 然后好好的过日子 我觉得比较重要 没有那么急着要生 嗯 蜜月 蜜月就是好好的放假 嗯 对 怎么什么 诶那憲哥不好意思 就是因为今年年夜饭也是突然少了两副筷子 那你的心情如何 对 因为也快要过年了 呃 其实 女儿结婚了 然后 自己有一个家庭 然后 爸爸的心情当然是非常难受的 只是他没有想到 我就正好住在他楼上 他在九楼 我就十楼 所以 我们打一个天梯 那好像那个消防队一样 我可以咻就下来家里吃饭 所以 OK的啦 这个 徐若瑄那首歌嘛 我不是白人的 要超越爸爸 对 因为是你的方法 对 要超越爸爸更爱女人 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我看好我这两位女婿 老二也刚结婚嘛 那老大这一位两个都很棒 一个威尔森 一个王阳开 不用讲 开 然后呢 这个 都是非常好的孩子 然后在教会里面认识 有这个机会成为一家人 我们就深深的祝福他们 我不会有那个啊 我的潮子会人马越来越多 所以不用烦恼这些 好不好 憲哥加油 你还有陆西派 加油 谢谢 如果没有陆西派这个儿子的话 其实他也是很贴心 如果没有他的话 好了好了 我会考虑养一条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祝福这对新人百年好和 我们马上回来 中间 看我的眼神就知道 2022年 你要跟我 还有跟老虎一样 很威 2022 武坚勤 高尔萱 十九组大咖亲笔祝福 快上TVBS官网抢了 谢谢大家 好 好 好